今天很不平靜啊 為了陳菊監察院院長的任命案 南營竟然霸占他們自己的立法院 實在是很荒謬 那為什麼南營他們對年金改革 轉型正義等條例的通過可以正義之眼逼之眼 但是對於監察院院長 卻動作如此之大呢 那當然是因為監察院院長 可以彈劾官員也可以調查法官 而南營最怕的就是台灣司法改革 那你如果司法一旦沒有辦法控制 那等同說南營呢 這個高級外省人在台灣的統治也就瓦解了 所以說如果要繼續當台灣人的主人 把台灣人當奴隸當狗來使喚呢 那就你一定要有控制司法的力量 那這個一旦監察院院長 監察委員是台灣人來當的話 那萬一法官呢 真的把把他們的把南營的人判刑的話 那一切呢就瓦瓦瓦啊 林義雄全家滅門邪案 還有小燈泡 那個女童被殺 龔崇安殺女童 還有那個鄭傑 那個隨機殺人 這些啊都被懷疑是政治謀殺事件 那這些殺手一定要有法官來配合 輕判或者是判無罪 或者是隨便亂判 你看像那個殺警案有沒有 是不是判無罪 那以什麼知覺失調 然後最近又有很多媒體在那邊宣傳說 知覺失調者 也有拿到諾貝爾獎的什麼的 很多鋪陳啊 啊這個就是為準備替那個王景玉還有工崇安他們判無罪來鋪路 而先呢先把那個殺警犯以知覺失調判無罪來試試水溫 好如果說 嗯 三省定驗 殺警犯三省定驗真的是知覺失調就可以判無罪的話 好那殺女童 女童案的工崇安跟王景玉 那就可以無罪釋放了 好所以說控制司法是外省人的第一要件啊 那你現在目前唯一能夠制衡法官的就只有監察院啊 所以說監察院他們一定要控制好 所以才會演演今天這一齣這一齣戲 好那另外呢中國上次6月15日中印衝突 中共兩位政府指揮官 雖然拿拿著一根長長的狼牙棒 但依然被手無寸鐵的印度軍人活活劈死啊 活活活用雙拳打死 所以現在中共啊 竟然在西藏組建五支民兵殺手部隊 好那印度文訊呢也趕快組建一支殺手部隊 好那印度的武術到底強不強 強喔 你看以前那個成龍有沒有 成龍的電影神話 還有功夫瑜伽裡面都有印度的武術 那印度武術 絕對不是花拳秀腿 不然不會說在中印衝突呢 可以把拿著狼牙棒的這個共軍啊 打死那麼多個 據說啊至少打死了四十幾個 中共到現在都不敢公布 那本人是建議啦 你組建五支民兵殺手部隊 你怎麼沒有想到台灣的統促黨呢 哎 習近平主席我建議你 增調台灣統促黨員 去當你們的民兵殺手部隊 你看看上次那個台大學生在被毆打的那種 我那個統促黨員那種狠勁有沒有 一個已經算是阿伯阿伯級的統促黨員 把那個甩棍有沒有甩出來 然後然後這個怒目而視那種氣勢啊 那種拿著甩棍的那種氣魄啊 赫赫逼人啊真的很恐怖耶 然後一直 一直衝著那個拿手機攝影的人衝過來 然後還有那個白朗的兒子有沒有看到台大學生 在質疑他們為什麼打人那個白朗的兒子說什麼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你看那種氣魄 哎呀習主席 你聽到了沒有 你看到了沒有 白朗的兒子是這麼 氣勢這麼磅礡耶 你調這個 調白朗他們這個統促黨去 中印邊界守邊 保證 保證 印度軍人走得走得不快 那個讓白朗的兒子去中印邊界那裡 他看到印度軍過來 他他就會白朗的兒子會大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這邊是中國的土地 你過來幹什麼 有問題嗎 然後這個甩棍呢就甩出來 你看 所以說習主席 快啦快啦 快把這個統促黨呢 調到中印邊界去啦 他們可是 還有竹聯邦 你也可以調 把整個竹聯邦都調過去 調過去 手邊 好 謝謝觀賞 好 就好了 好 好